各位好 欢迎收看新闻观测站 我是胡婉玲 这个礼拜的新闻重点 无非大家都注意到了 Omicron的来袭 不仅在全球肆虐 在台湾现在是本土案例 不断地突破破千破两千 一路的数字不断地攀升上去 让大家都很担心 而全球各地 大家也都在为次世代的疫苗 正在研发当中 其中我们台湾有位 非常杰出的化学家 也是我们的前中研院院长 翁启会先生 他领导团队 正在进行一个叫广效疫苗 所以这个广效疫苗 听说可以对付各种变异的 COVID-19 到底这效果如何 什么时候可以上市 我们可以有什么样的期待跟认知 很不容易 我们邀访了好久好久 可以算是快一年的时间 终于邀请到我们翁院长 欢迎您 谢谢主持人 各位观众 翁院长先前不久 他还刚获得了一个 美国化学家协会所颁发的 化学先驱奖 这个其实很不容易 应该是我们华人世界第一次得到这个化学奖 其实很不容易的 您也刚领了这份奖 您应该很高兴吧 是很开心 没有错 就是我们做学术工作 假如受到肯定 都会增加信心 然后也会觉得自己的工作是有意义 所以会继续往下走 其实您是最近这两年是得奖连连 您其实就在去年的9月 还得到了一个威尔许化学奖 这个又是跟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先驱奖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 威尔许是比较大的奖 这上面他们一定有说 所记录的试剂是哪一方面获得肯定呢 其实都是在肯定我在糖分子科学的一些研究成果 主要都是这一方面 因为不同阶段 它针对的应用对象不一样 所以基础研究都差不多 但是它在转译的研究方面是不太一样 怎么看您的反应很淡定 有人说威尔许化学奖 其实得奖不容易 所以我们找了历次的得到威尔许化学奖的得主 其中不乏很多后来都得到诺贝尔化学奖 有很多人说很看好 未来后续很可能在这方面还是摘下桂冠 这个没有在我们规划中 你不敢运袭 可以不可救 不过我想我刚才已经讲了 观众朋友其实很好奇什么是广效疫苗 我们知道翁院长在他的糖分子的研究领域当中 有很多的技术 包括像发明自动化一锅法 酵素合成法等 有关于大量合成的多糖体糖蛋白 这可能不是一般像我们学社会科学的观众 或者我有那么了解 所以今天能够请院长来到节目现场 让我们知道一下 所谓的糖分子领域运用在癌症的免疫疗法 还有预防传染病 尤其像现在COVID-19肆虐的情况之下 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好 我就请教院长 疫情发生以来 现在我们也听到了COVID-19 其实有很多不同株都不断的变异 什么Alpha Beta Omicron等等的 还有其他的变异株 您所提到现在这个 用糖分子研发出来的广效疫苗 都可以对付这些不同的变异株吗 现在看起来是这样子 我想广效疫苗的意思就是 一个疫苗可以对付不同的变异株 其实我们 我跟马浙 马浙还有林国瑜 两位研究员 在十几年前就开始研发 针对流感的广效疫苗 以及广效抗体 其实也成功地研发出 几个疫苗出来 因为我们流感每年都要打疫苗 因为它每年来的变种都不一样 所以在2019年年底 武汉肺炎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非常的注意 我记得2020年初我们就投入了 就是利用过去 在发展流感广效疫苗的基础 还有去糖化的技术 来研发新冠病毒的广效疫苗 不到一年半的时间 我们就发展出来 就是利用病毒表面的基础蛋白 当作抗原来发展广效疫苗 再过来也发展出 去糖化的这个mRNA的广效疫苗 所以我们有发展两个广效的疫苗 都是去糖化的 都是去糖化 对对 尤其您讲到也是运用mRNA 那这样子的广效疫苗 是跟现在我们听到的BNT 还有莫德纳 有什么差别呢 就是我们把糖分子去掉 尽量把糖分子去掉 那这个是最大的差别 那为什么会这样做 就是我是不是用这个图表看一下 因为一起到这个糖分子 我想很多观众朋友 也觉得很陌生 那我们要了解一下 糖分子到底在我们人类的 到底是在哪一些层面上面 是不是请院长说明好吧 对 这个是新冠病毒的原子模型 那上面凸出来这个就是基础蛋白 就是大家用来设计疫苗 主要的蛋白质 那橘黄色的就是糖分子 上面看到橘黄色的部分 橘黄色就是糖分子 所以其实蛮多的 分布在这个基础蛋白 那它不是只在基础蛋白 它好像在那个球体表面也是 对 但是主要是在基础蛋白 基础蛋白上面 那这个不只人类的病毒 癌细胞 人类的细胞 表面你看起来都是被糖分子覆盖 那这个病毒的糖分子 其实不是病毒做的 这病毒是一个半生命体 所以它是侵入我们人体细胞之后 就利用人体的机制 把它完成它的生命周期 那糖化是其中之一 就是利用人的糖化的机制 把自己糖化 那这个做什么用呢 它有两个作用 一个就是增强它的感染力 所以感染人类细胞 它是利用基础蛋白开始 那假如没有糖化 它就没有办法感染 那第二个作用就是 它这个糖分子因为是人做的 所以我们的免疫系统 就以为是自己的 就不会产生免疫反应 那尤其被糖分子覆盖的 这个部位 免疫系统就不容易辨识出来 所以我们如果把这个糖衣脱掉 我们的免疫系统就可以看到 这个被覆盖的部位 那我们又发现这个被覆盖的部位 就是比较不容易突变的 所以各个变异株它被糖分子覆盖 又不太容易突变 所以假如我们的免疫系统 能够针对那一些不容易突变的区域的话 就可以达到广效的这个效果了 那其他的部位都一直在突变 譬如说这个基凸蛋白 到目前为止 已经有上千万的这个系列 所以它大概有1300个氨基酸 但是有超过100个氨基酸都已经突变 所以它突变的地方是蛮多的 90几%都已经突变 但是被糖分子覆盖的地方 就是比较不容易突变 而且糖化的部位到目前为止 也大部分都一样 都一样 所以这个是比较特殊的状况 那个发表都已经确定了 对 那也可以 那现在这个进行剂转 可以量产了吗 因为剂转还在进行中 可能因为这个是中研院的工作 所以是由制裁处在处理 所以我不太知道详细情形 不过还在跟厂商谈判 好像到最后阶段了 这个等于就是下包给授权 给那些厂商去继续发展 因为我们是学术单位 所以只能做到那个动物试验的阶段 那剂转之后 厂商可以往下走 进入人体试验 比如说第一期的人体试验 第二期 第三期 那去确定它的安全性跟有效性 它这个确定之后 你又要得到这个卫生单位的核准 才能够去量产 然后加入控制疫情的这个工作 不过因为COVID-19 四月 今年已经 四月全球 已经今年是第四年了 虽然是两年多 其实是第四年了 那我想大家都很急 有会看它不断的变异 不断的发展 那大家都希望赶快用得上 我不知道我们能不能预计 您所说的这个广效疫苗 这个技术今年民众可以享用得到吗 今年当然是不可能 这个疫苗的研发 一般来说 是十年八年的事情 不过因为这个紧急需要 所以比如说莫德纳或者BNT 因为美国有成立这个所谓取速行动计划 把这个整个研发的流程缩短 就是说把研发 还有临床试验制造 甚至分配 同时并行 所以它这个可以增加它的时间 像那个mRNA的疫苗 是一个相当突破的技术 所以它几个月就做出来了 那假如我们这个也走向这个取速行动计划 当然就会很快速的 一两年就有可能 就未来一两年内可以预期 可能可以就上市了 对 那想请教 因为大家一直在讲 mRNA因为出来的很仓促的情况下 很多人都提到说 尤其是莫德纳或者是之类的 就是说他们后面的未来的这个 有没有什么副作用 其实都是在未来都是不可预期的 因为没有人完整的就是做完 实验以后才拿出来运用 那我不知道这个 广效疫苗这一部分呢 因为它也有一部分是运用mRNA的技术 那它的后续的这些可以预期吗 对mRNA是一个突破 那它就是疫苗的全身 就是mRNA打到人体之后 它就会转移变成基础蛋白 就是所谓真正的疫苗 然后引起免疫反应 但是过去mRNA没有被用过 因为它有技术上的问题 它非常不稳定 非常不稳定 不过最近因为科学家在技术方面有改进 比如说碱基的改变 或者说用脂肪的这个纳米 或者高分子的纳米技术 把这个mRNA包起来 让它更稳定 打到人体之后 它就会跑到特定的地方 然后去做成这个基础蛋白 引起免疫反应 所以它算是一个突破 就这一次就成功了 成功研发出这个疫苗 不过我们对mRNA 还不是非常的了解 所以还在了解中 不过这个疫苗已经证实是 是安全又有效 所以我们才会使用 但是除了mRNA之外 我们首先要发展的 还是这个基础蛋白 去糖化的基础蛋白疫苗 那这个也很稳定 这个更稳定了 这个就没有稳定性的问题 我们会先发展这个 当然mRNA应该是比较快 不过它是相当新的疫苗 也经常听到有一些 奇奇怪怪的副作用 我知道您在糖分子这边的研究 是这个领先群伦了 那大家也很好奇 听说这个糖分子的运用 未来还可以替代在石化 原料上面的这个 也可以做一个永续能源 这个是这样子 糖分子是自然界最丰富的 有机分子 那比如说葡萄糖 葡萄糖是二氧化碳跟水 在光合作用下就产生葡萄糖 那葡萄糖又可以转换成其他糖类 其他单糖 然后单糖又可以聚合成多糖 比如说纤维素或者淀粉 就是我们平常知道的就是多糖 纤维素又可以做很多很多产品 甚至日常生活用的这个物品 比如说纸类 各式各样的纸类 纸杯 衣服 鞋子 这一些纤维素都可以做出来 然后这一些东西燃烧之后 又产生二氧化碳 那二氧化碳经过光合中 又变成糖分子 所以它是可以再生 再循返的这个有机分子 不像石化的原料 它燃烧之后产生二氧化碳 那没有办法又变成石化原料 它必须要经过 比如说植物动物埋造地底下 经过几百亿年才变成石油 那体内石油之后产生石化原料 又来做各式各样的 像塑胶就是其中之一 所以糖分子是可以再生的 没有错 只不过它的化学反应 必须要符合经济效益 才有办法跟石化原料去竞争 但是如果投入这一方面的研发 我想还是有一些 创新的机会出来 欢迎再回到新闻观测站的节目现场 今天我们节目独家专访前中研院院长 翁启会翁院长 翁院长谈到他在糖分子方面的研究 也透露了中研院团队 现在在进行的一个广效疫苗 也是运用糖分子的技术 其实这个技术将来对付COVID-19 是非常强而有效的 而且也比现在MRNA 技术还要稳定 但其实我们好像要听到这里 觉得很振奋 但其实我们也要想想 翁院长是我们道道地地 台湾生长培养出来的台湾孩子 您是南部的小孩 然后嘉义人 然后念台南一中 然后念了台大 然后一路在台湾念完硕士之后 到美国取得博士学位 然后在美国任教 然后也到日本去做过研究 其实大家很好奇 我想很多人都觉得说 您听起来 从小念书就数理化程度就很强 一路都是好学生吗 我不是一路是好学生 我小学的时候成绩不太好 真的 但是到大概五年级就很认真 成绩就很好 所以你觉得这是开窍了 还是说开始有点觉醒 有自我意识说该念书了 那就自己就开始准备 也就好起来 我小学是很喜欢玩 很调皮 因为我妈妈生病 所以我那个时候就 有一点失去依靠 所以就开始知道 要认真读书 要不然将来可能找不到工作 所以我在五年级就相当认真 成绩也很好 所以考上台南一中 对化学有兴趣也是在中学的时候 也是在中学的时候 因为看到化学反应产生五花八门的这些东西 有的有颜色 有的有烟雾 所以有一点好奇 加上在实验课的时候 因为我的手艺不错 所以老师就鼓励 我就因为这样子 觉得好像走化学是蛮不错的 有一点信心 慢慢的就养成兴趣了 这个考上台大的时候念的是农业化学 对 因为我在高三的时候 我是保送清华 我成绩蛮好的 但是那个是数理组 我在数理组 所以很多亲友跟我讲 你考台大医科一定没有问题 因为我的成绩蛮好的 台南一中是非常好的学校 所以要很多是保送台大医科 也有很多考上的 所以我就逞强 就转到丙主去 我认为因为我小学 可以考台南一中 成绩不好 可以考上台南一中 高中成绩那么好 一定没有问题 结果没有考上 考到第二次院去 可能这也是因或得福 所以我们后来才会 有一位接触的化学家 如果你当医生去了 也是众多医生之一 就不一样 明明是说安排的路 那这个妙的是 后来您在台大也当研究助理 然后也在台大念了硕士班 这个硕士念的就是 生化科学 生化科系 我在台大跟王关燦教授 是化学系的教授 他跟中原院也有和平 所以我是跟他做的都是 合成核成蛋白质的工作 这是化学核成的工作 当您出国在深造的时候 怎么会选糖分子做研究呢 在当时这个领域应该不是很热门 对对对因为我出国是在1970年代的 1979我出国 但是您知道1970年代是能源危机的时候 所以那个时候大家都在探讨 那有没有替代能源 那化学工业是不是有其他的生产制造的技术 所以我就走向用酵素 用酵素来做化学反应 那个时候就跟MIT的化学系的George Wileside 任他为指导教授 那他就是在做这一方面 就是利用酵素来做化学反应 生产各式各样的化合物 所以我就很有兴趣 因为那个不会污染 在水里头做 没有用到有机溶剂 所以是一种新的化学反应 那各式各样的化合物 当然糖分子最复杂 所以我就也因为这样子 就投入糖分子的这个研究了 那从那个时候到现在都没有改变过 就一直投入这个糖分子科学方面的研究 因为这个领域太多未知了 但是您在美国拿到了博士学位之后 也留在美国大学任教 一路从助理教授 副教授 郑教授 然后也在一些研究中心做研究 一直都是在糖分子上面 对糖分子相关的化学 开始是糖分子的合成 比如说自动化合成 程式化的合成 然后用酵素合成 都是在解决这个合成的问题 那后来我到Scrib研究院的时候 因为我比较有经费了 所以就开始去探讨糖分子在生物界的一些现象 到底他们在扮演什么角色 以及在疾病形成的过程 它扮演什么角色 那之后又发现跟疾病有关 所以就又想到怎么解决疾病的问题 所以是从化学慢慢走向化学生物这个领域 你后来有好几年 好像还转到了日本做相关的研究 对日本政府邀请我去主持糖科技实验室 在理化研究院 您在那儿待了多久呢 八年 但是我每年只去差不多一个月 我的主要工作还是在美国 我大概一年去一个月 这样子啊 对对 他们当然希望我能够花更多时间 但是那个时候我还超过40岁左右 所以我主要时间还是在美国 对对 那又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因为我知道您在日本那个时候1991年到1999年 那你每年花差不多一个多月的时间在日本 那其实您是在差不多2003年以后 回到台湾的中研院 是什么样的机缘让你又走回台湾来了 差不多1998年的时候 日本政府又要我再签约 再下一个八年 但是那个时候刚好碰到李院哲院长 他是担任理化研究院的这个科技咨询委员 所以他看到我就问我在那边做什么 我说我在主持一个糖分子科学的研究室 那他就跟我说 你要帮日本倒不如帮台湾 所以我听到他这样讲我就改变主意了 我没有继续签约 所以我就1998年就开始回中研院 担任客座讲座在化学手 其实是1998年开始的 那到2003年 基因体中心成立 所以我被请为这个第一个中心的主任 那个是2003年 后来您就被林选为这个中研院的院长 您在这个中研院院长任了也十年 虽然后来遭遇比较不愉快的事情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随着时间的移动 逐渐很多事情逐渐的后的频繁 也不太获得了澄清 但我们回过头来的重点就是说 您在中研院任内当院长这十年 你觉得你帮助中研院推动了哪些贡献 我担任基因体中心那一年 刚好我们发生了SARS SARS在2003年 那那个时候给我的冲击蛮大的 因为那个时候 说实在SARS在日本没有 在美国也没有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到 你碰到这一种传染性疾病 在先进的国家没有 那你还是要自己来 所以那个时候就想到 台湾一定要有自己的研发能量 所以在接基因体中心主任的时候 我就想到两件很重要的事情 一个就是我们的生计 在那个时候 很少人去 敢去碰这个高风险的事情 比如说新药的研发 高阶衣材的研发 大部分都是保健食品 那我就想到要立法 因为美国生计之后起来 是因为有这个1980年的 这个Biddle Act 所以就仿照那个 我就想要推动立法工作 就是所谓今天的生计条例 那另外一个就是 也想到我们必须要有研发 就是从学术界的这个研发成果 你怎么样透过一个技转的过程 产业化 让这个产品能够出来 那这个就是产学之间的 连贯性要建立起来 所以后来有建立这个国家生计研究研究 也是这样子来的 所以我比较大的工作 我想就是一个是立法的工作 科技基本法的修改 以及生计条例的制定 让这个研究人员能够 把自己重要的研发成果 透过这个过程 然后去贡献社会 这个是一个 那另外一个就是 让这个基础研究跟转益能够连结 所以我们盖了一个国家生计园区 让中原院的基础研究能够 跟譬如说经济部的生计中心 还有这个卫福部的这个国卫院 甚至TFDA 这个食药署 能够有一些连结 让基础研究能够走向转益 以及创新 让产品能够发展出来 汪院长比起他担任了十年的中原院院长 他个人在化学领域的贡献努力成果 丝毫不逊色一位中原院院长的成就 其实他带着一生的光彩 刚才我们也给大家观众朋友看到了 他得奖连连近几十年来 不断在得奖 尤其去年到今年的手机也真是不错 他的化学成就获得肯定 但我们这里也要请教 那么因为现在这个社会蛮短线化的 大家很多时候要看到立竿见影的工作 做基础研究 有时候要埋头苦干 有些时候你不能预期一年就有成果 你不能预期两年三年 一定某一项研究就能够output出来 在这种情况下 就是说要能够把基础研究发挥到顶尖 因为所有科学的推动 最后还是很基础的东西要扎实 他整个人类社会的科学才可能往前堆进 在这种情况之下 您觉得台湾的环境够吗 因为事实上您现在的研究领域 还是跨在美国跟台湾之间 您能够得奖连连 是因为在台湾的成就获得肯定 还是您在美国的成就获得肯定了 大概两个都有 我觉得台湾是奠定我的基础 因为美国这个环境不太一样 它有一些地方其实我们可以接近的 在美国那种环境让我的基础的工作 能够发挥出来 所以又碰到好的指导教授 所以两方面都有 我觉得我很幸运 在台湾跟随王关燦教授 然后去美国 能够跟到Joyside化学教授 所以让我的整个生涯 能够顺利地发展 所以您现在也是在中英 也带领年轻一代的科学家 对 因为我们知道台湾现在很多人才 因为在实际的生产面 畅旺的结果 台湾很多的人才 尤其科技人才就往电子业 高科技业 资通讯这方面 最去从事 几十万人 几十万人这样投注 到底这种现象是好呢 还是会不会有在研究部分 会不会失衡呢 我是觉得台湾人才的养成 其实是多元的 我们的教育是蛮多元的 当然我们也希望看到各方的人才 都能够发挥 所以集中在某一个产业 当然不是很健康 比如说台湾的半导体 跟自通信产业 全世界数一数二 尤其制造的能力 非常的强 其实台湾的医疗服务 也是全世界第一 所以我们的人才 都集中在这两个强项 其他的其实也蛮重要的 比如说生技产业 他需要的人才 其实是多元的 开始可能是学生物科技 化学 再过来你要进临床 要医学 你要制造 要工程 那法规环境也都 法规管理的人才都需要 那这个开拓市场又是另外一批人才 所以他所需要的人才 在不同的阶段是有不同的需求 所以生技产业是在看一个国家 他人才的养成 是不是完整 那 我觉得我们在40年前 其实不只要推动电子业 我们那个时候 李国鼎的时代 其实也蛮重视生技的 只不过一个成功 一个没有成功 那现在继续 政府对这方面其实 非常的重视 所以我当然期待 我们除了半导体电子业之外 我们的生技业也能够起来 其实谈到研究 科学研究 基础研究 我们看到翁院长 是神才飞扬 精神意义 其实很容易让人忘了 你已经年过70了 那您现在还在研究上面 非常专注做研究 而且是台湾美国两地这样做 您未来的工作重心 还是持续像这样 你持续这样做下去吗 就因为我是有兴趣 那是不是能继续 就要看自己的能力 假如走不下去了 或者说你请不到 这个研究经费的 大概就是停下来的时候 你好像把这个未来的发展 就交给外界的其他的因素 不是你自己在规划吗 但是你要做研究 还是要有经费 所以在美国那个环境 它是没有退休的制度 只要你有能力的话 你是可以继续 那在台湾其实我也没有 也可以不用退休 因为我们在中原 也有一个制度 是你超过70岁可以继续的 但是你要有国际殊荣 有一些条件 不过后来我选择退休 到美国继续发展 那台湾这边是用和平的方式 所以两边都有工作 像这您做的研究规划 已经有没有进行到 未来几年做哪些研究 有啊 我觉得有几个地方 我们还是有相当大的挑战 比如说神经退化性疾病 这个是相当大的挑战 癌症还有传染性疾病 像这个COVID-19 这个怎么克服不同的变种 像COVID-19 你如果仔细看的话 我记得2019 12月开始 那到2021这两年之间 它一直在突变 从什么Alpha开始 然后Belda Gamma Delta 那到12月 2021的11月底的时候 98%是Delta 开始是Alpha 那然后现在呢 现在Delta不见了 是Omicron 85%以上是Omicron 所以它的突变的速度太快了 那我们怎么设计疫苗呢 因为你如果突变的速度这么快 然后疫苗又没有办法完全控制的话 这个所谓群体免疫是做不到的 所以它可能跟我们一辈子 那在人类的历史我们也知道只有天花 是真正受到控制 但是也花了差不多两百年 那其他病毒一旦大流行都跟着我们 所以这个新冠病毒 我是蛮担心它还是会跟着我们 就是我们必须要想出一道控制的方法 好的 非常谢谢院长 今天算是深入浅出的 表达的一些它这个专业领域里面的成果 让我们知道 虽然可能很多观众朋友跟包括我在内 不是那么真的理解 但我们很高兴听到都是正向的发展 非常谢谢您 也祝福您的研究 谢谢 谢谢 我们谢谢观众朋友收看 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下周同一时间